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大体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背景材料 某矿业分工师它的排土厂 它的容积 到了07年的4月排土多少 这个剖面角 大家注意 是35度到42度 到了07年的4月这个时候 二平台发生裂缝和持续下沉 6月下旬就发生了大面积的局部参差 一直不稳定 到了7月3号 二平台暂停使用 那么7月21号又重新启用下沉的二平台 但是最后四天出现整体下沉 7月31号又多次发生塌陷 到了8月1号 大面积坍塌 这个坍塌的量 以及它的黄土梁挤压移动 超成了最大移动距离达到75米 推垮掩埋了50米以外的部分房屋 造成45人死亡 所以大家看本来是一个危害不大的这么一个设施 结果导致了滑坡 45人死亡 特别重大事故 那么对他认定 这个特别重大排出场坍塌事故的直接原因 是排出场的二平台 是玻璃的黄土和碎石混合三体 强度低 这个泼面脚又大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泼面窑35到42度 比较陡 而这个排出场是黄土软弱地基 这都会滑坡 带来了有利条件 由于这个降水排出 降低了稳定性 发生了大面积坍塌 当然是一个特别重大事故 所以这个调查报告经过国务院批复之后 追究了有关责任 有关的重大责任事故罪 当然这个我们就不再看了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 教材谈到的注意事项 他说对于危险级的排出场 企业的没有按照规定停弹整治 没有采取处理不良地基滑坡 将各排出参数修复到设计范围内 适通加固修复排出构的措施 所以它就涉及到排出场的分级 整治的问题 因此我们这些知识点 这个地方说一下 因为这是我们这15个案例里边 唯一一个涉及到排出场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说一下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到 尾矿库的时候 我们的尾矿库的安全度分级 微库 险库 病库 正常库 但是排出场呢 它是分三类 危险 病级和正常 所以和尾矿库 有一点区别 那么我们主要看一下 哪些情况 是危险库 大家看 坡度大于25度的基地上 顺坡排出 软弱层 厚度大于10厘米的基地上排出 而我们刚才讲的 排出场的坡面角到了35到42度 你大于25度 就是危险库 所以刚才我们是危险库的整治 不行 这个排出场大面积 飞机云成这样开裂 出现滑动迹象 排出场排出平台为顺坡的 那么汽车排出场没有建立安全车档 有关的距离达不到规范要求 这个坡的汇水面积大 而没有修派水沟 或者虽然修了 但是排水沟被严重堵塞 它的安全系数小于1.0的 这六种情况都属于危险库 危险的排出场 那么下面第二种情况是病机的 大家看基地条件不好 这个在台阶上出现较大成一样 排出平台为反坡的 这个危险系数 虽然大于1.0 但是小于设定规范 这个值的 这个安全路低 达不到规范要求的 当然这个情况 所以这些大家要明确一下 哪些属于危险排出场 哪些属于病机 那么第二个点 就是我们明确一下 危险机和病机排出场 如何整治 当然这个整治 我们可以通用来回答 一个基本要求 大家看这危险机的 要停产整治 怎么整治 梳理不良基底 梳理滑坡 修复参数 第三 疏通加固排水沟 所以从基底的角度 从参数的角度 从排水沟的角度 来进行回答这个危险级排出场的整治 当然病级的排出场 是限期消除隐患 这个并不要求停产 限期消除 控制成样 修复参数 也就是说这个和这个危险级的 有点类似 其中一个修复设计参数 第三个是防控 滑坡防控 因为我们看在这个书关里当中 大家看我们的这个排出场 发生了滑坡 导致了重大伤亡 所以怎么样防控的滑坡呢 大家看就是 首先从设计论证 源头治理 科学组织前期设计于建设论证 第二呢 调整排出工艺 第三呢 完善排出设施 第四啊 修筑防护挡墙 组织设计论证 完善体系排出工艺 第三呢 排出设施 挡墙 所以从设计的角度 从工艺的角度 从排水的和挡墙的角度 你记住这几个方件词 我们这个排出场的滑坡防控 也就回答完整了 所以这个题目难度并不大 但是我们要清楚从哪些角度来回答 这是第三个知识点 那么第四个点啊 是坍塌和沉线的防控措施 刚才我们谈的是滑坡 这个是塌线沉线 大家看 避免寒土量大的费时 集中在一个时间一个部位排出 第二呢 是控制强度 增加瘦土线长度 间歇式排出 也是避免集中在一个地方 第三呢 加强检测 一个动态连续性检测 所以大家看 这个坍塌和沉线防控 一个是从技术上 你避免集中超强度 这一个检测 所以也是一个常规的 很容易想的这么一个措施 那么第五个点 是泥石流防控 那么泥石流防控啊 这个主要从选址 设计 施工方面来做 所以大家看 第一 选择最合适的长指 第二呢 控制排烟顺序 第三 设立消能设施 第四处离基底 第五是泼面防射 第六啊 是直输造林 避免水出流逝 所以从长指设计 施工 这些角度谈一下 就可以 这是泥石流防控 当然我们这是排出场 实际上也是用于这个 其他一些泥石流防控 所以这个点 大家也看一下 也解释杀的 谢谢 谢谢 имся